大家好 这里是一鸣说国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印度所谓的烈火舞导弹能打击整个中国的事情 据印度国防消息显示 印军已经成功的从阿卜杜尔卡拉姆岛发射了 地对地烈火五行弹道导弹 并且非常准确的落入孟加拉湾 这对一心想成为军事强国的印度来说 确实是个值得宣扬的消息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印媒在发表烈火舞导弹成功发射的声明时 还宣称该导弹能够打击几乎整个中国 随后美联社也引用了印媒的消息 发表了导弹的相关消息 美联社表示 自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 这是印度首次具备打击巴基斯坦全境的能力 也是印度首次具备覆盖几乎整个中国的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此次印度试射烈火舞导弹的时机 对中国来说颇为敏感 要知道目前中方正与美日澳等国 在台湾问题上展开激烈较量 几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宣称 将支持台方参与联合国机构 并且呼吁全球各国支持美国的主张和立场 他甚至还诡辩道 美国的举动完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 不仅如此 澳大利亚政府也在近日表示 不管将来台海是否发生所谓冲突 澳方都会与美国共进退 至于日本方面 在澳大利亚表示将与美国共进退之前 日本就曾经通过军演的方式明确表示 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所谓的协防台岛 而除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时机敏感之外 印度在此时施射导弹 相信也是为了对中印边境问题来进行回应 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第13轮边境谈判当中 印度曾向中国提出了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 继而遭到中方拒绝 新德里也如愿以偿的有了向边境增兵的理由 他们不仅向边境地区增派了8000人的山地部队 还向中印边境调拨了仓路无人机 M777榴弹炮以及米高29战斗机等等武器装备 如今试射烈火5导弹 无疑只能让中印边境问题的紧张事态进一步加剧 显而易见 如今的中国正面临西有狼东有虎的两难局势 一旦东西防线的稳定局势遭到破坏 对中国来说 面对的很有可能是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同时发难 也就是中印边境和台海地区同时遭到入侵 但是事态真的会向印度所想的去发展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要知道如今的台湾问题 中国一句话就可以完成两岸统一 除此之外 印度所谓的导弹覆盖几乎整个中国 这其实就是无稽之谈 就算烈火5真如印度所说能覆盖整个中国 那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也不是吃素的呀 况且中印两国的军事能力本来就有着巨大差距 既然印度都有能力覆盖整个中国 那难道中国就没有能力在猎猴5发射之前将其摧毁吗 所以对如今的印度来说 与其考虑导弹攻击范围能否覆盖所谓整个中国 不如抓紧时间多建几个地下室 让更多的印度人民有地方可藏 一期这会儿 可以帮助吗 然后回到这里